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随着时光音乐会二结束 近期再没有热度较高的音宗再播了 不少人都等着声声不息宝岛季开播 原本声声不息第二集是要接档时光音乐会的 奈何因为种种原因延播了 不过问题不大 三月份就会播出 因为节目是录播 目前已经完成了两轮录制 第三轮录制也在筹备中了 据悉第三轮录制常驻嘉宾会有变化 在前两轮录制中 常驻分别是 纳英 张杰 华晨宇 张绍涵 魏如轩 杨宗伟 张信哲 马嘉琪 而第三轮录制的变化 就是新增了一位常驻嘉宾 莫文蔚 对于他的加盟 不少粉丝也让节目的可看性提高了不少 当然也有人质疑为什么一个港乐歌手要来台乐呢 首先本次的宝岛季虽然专注于宝岛音乐 但也有不少大陆歌手 可参考之前的港乐节 基本是对半分 其次 莫文蔚虽然是在香港出道 但之后也曾奔赴宝岛发展 歌曲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 他的歌曲给宝岛音乐的发展时 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不管是出于哪个原因都合情合理 何况近些年他鲜少参加音宗 不少粉丝都想听他唱歌 他的加盟必定会带来一大批观众 节目的分量也会更重 在后续录制中 如果经典代表作忽然之间 他不爱我 如果没有你 剩下的果实 电台情歌 阴天 宝贝 这世界那么多人等能畅想 热度收拾必定双收 虽然不知道会唱哪些代表作 但据路透 他会跟华晨宇合唱半生源 半生源是莫文卫2018年专辑 我们在中场相遇里的歌曲之一 由华晨宇作曲 早在常驻阵容传出的时候 就有不少负面评价 不少网友认为 本季的阵容太拉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没有知名的保岛歌手 不仅没有知名的保岛歌手 大陆歌手也不够重磅 本次莫文卫的加盟确实挽回了不少评价 只是不知 莫文卫的加盟是取代某位常驻呢 还是再新增一位常驻 如此才能保证分组公平 本次保岛季的赛制也跟港月季有出入 飞行嘉宾是一直变化的 坏特 夏日入侵企划 陈卓 艾依良 陈丽等 都是前三期的飞行嘉宾 要凭比赛成绩决定去留 据悉 第四五期的飞行歌手有 蔡明佑 宋雨琪 李爱薇等 第六七期的飞行歌手有 韦里安 周信哲 此外 保岛季分会场 每一期也会换飞行歌手 大家比较期待的蔡琴 李宗盛 周华健 这样的前辈歌手 也是有机会出现在保岛季分会场露面的